头条新闻马上来关心天气 气象局将周五报到的强烈大陆冷气团 修正为寒流 周五晚间开始变冷 一直到初一 西半部低温将会下探7度 不过因为这波寒流的水气比较少 到时候各地都是干冷的天气 春节出游返乡 民众可得穿暖一点 因为周末又有寒流报道 周三到周四 虽然各地气温都有回升 但周五寒流报道 晚间北部又会冷到11度 小年夜除夕还有初一 早晚温度也像溜滑梯 初一清晨最冷 西半部低温将下探7度 在过年前半段下雨机会并不高 不过夜里清晨 尤其没有看到太阳的时候 温度是很迅速的下降 低温的时间会持续的比较久 初一的白天 气温就会逐渐回升 不过气象局特别提醒 这波寒流偏干冷 白天各地都看得到阳光 但因此日夜温差也会特别大 而回顾一月 往年春天才报道的华南云语区 今年提早影响 让台湾特别是南部雨量破了记录 多了一个南方的水汽上来 所以南部尤其是这个我们讲说枯水期的南部 下雨还是相当的明显 那有一些侧站甚至是汽油纸的十倍大的雨量 新竹台中嘉义高雄恒春等十个侧站 今年一月的雨量都创下历史记录 气象局表示一月多雨的原因 部分是受到超强声音的影响 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而多雨的状况也可能会延续到二月 记者林中午郭俊玲台北报道